大家好大鹏养君子兰一般都会用这种君子兰专用土 也就是用橡树叶加福叶土加上一些松针拿来栽种给君子兰 但是一般家庭的话呢我是不建议大家使用的 为什么呢 首先第一个原因就是像这种专用土的话呢 我们会发现它非常的轻 那么一般新手你把握不好啊 根本就栽种不稳很容易出现倒伏的情况 第二个原因呢就像这种专用土啊 它很容易就会出现这个腐败的迹象 那么我们拿它来栽种君子兰呢 可能一年呢至少要换两次土 第三它腐败快很多这些土啊 它会腐败慢慢沉积到这个君子兰盆土底层 然后呢它的保水性又非常的好 这样浇水很难把握很容易出现烂根的情况 那么我们家庭养君子兰到底应该用什么土好呢 其实像我一般用的土呢比较简单 其实呢我们只需要用上泥炭加上核杀栽种就可以了 如果是相对比较大颗的君子兰 我们就用一些比较粗的泥炭加上核杀来栽种 如果是比较小颗的君子兰呢 我们可以用相对细一点泥炭再加上核杀来栽种 大家看我这盆就是这样栽种的 然后呢我再给它在盆土表层呢 铺上了一层这个火山石 那么像这样栽种之后呢 因为本身这个核杀和这个泥炭呢 它的这个养分呢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给它在盆土里面呢增加底肥 因为君子兰是比较洗肥的 所以我一般给它添加底肥都是用这个发酵符收好的芝麻饼肥 然后再盆土底部给它铺上一层 然后再栽种后期的适当的追肥就可以了 所以家庭养君子兰大家用土的话呢 最好就是不要用君子兰专用土 用一些相对比较适合君子兰生长的泥炭加核杀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好了本期就分享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